我們今天主要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在S-Mine的部分 這個新制圖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 剛好今年他要推出了新版本 201月 因為他有一段時間沒有推新版本 所以新版本裡面有很多不錯的功能 剛好可以在我們平台的時候就可以用 我現在大致上我自己特程規劃都用這個方式 或者在JKS的部分我都用這樣先做規劃 規劃欄再來做那個內容 那麼右手邊就是我們這次要 另外要跟周恩老師介紹 就是我們在教學教材的總理的部分 有很多免負軟體是不錯的 規劃的當然也有很好的 可是如果我們在免負的部分 能夠找到可以具代的是不是就更好 像這樣為什麼要推自由軟體 因為軟體重點太貴了 我們這次有軟體部分就可以找到很多 那麼新制圖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像下面這樣 有沒有 像下面這個 像以色列裡面那個要做工作表 那些呢 小兵拿到的那些呢 你看像 可以直接做超連結好像點進來有沒有 也可以這樣子 或者是我直接從下面直接做 那我的整個思考的流程就會很清楚 那首先呢我們先要來看的 等一下我們要來看的 是先從這個軟體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因為你軟體會應用了之後 最後才能夠怎樣 從思考來改變 因為你就是要用 最重要的就是你 會用的一些工具 你從思考的方式做改變之後 你拿著以後什麼有辦法 就會徹底改變 思考還蠻好玩的 那麼像我在學校上課的部分 學校還有所有的數位學習平台 在領東 他們有這個數位學習平台 像我平常上課我的資料通常都在上面 那像我也是一樣都會錄影 教材他們在上面 軟體在上面 所以呢 我哪一周 放了哪些內容 我通通都會把它放到上面來 那同學回去 直接就看了 不需要 不需要再來問老師 答案就在影片中 沒有來看這也沒關係 有趣同學男女有事不能來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像這樣子就很當便 那而且其實老師以後 你把你的東西整理好之後 事實上 老師每年都會需要重新整理一些新的資料 補充新的對不對 東西比較舊的資訊嘛 那我們在透過這樣整理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很方便的是什麼 因為早期的東西也沒那麼多 我只有一點點 可是當你不斷累積不斷累積 像我最早 有點慚愧 只有這麼一點點 有沒有 只是按太多 可是我每年 因為有這些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只要負責準備新的內容進行 所以我一直補充一直補充 然後慢慢就越來越多 那老師的資料也是一樣 雖然教材會變 但是總是不會說 馬上就變得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老師的資資也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那我們 瞭解這樣的概念就是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囉 老師在準備教材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大概怎麼做呢 首先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照這個 瞬時鐘這樣下來好了 就照這樣來講 首先我們來看就是教材整理 我們來比比看 你看這個 我可以這樣點進來 那首先跟各位老師介紹是找資料的方法 打資料到誰都很會找 為什麼要交 不用交 因為Google關鍵式打電話好像就有了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還有很多小技巧 可能老師也許沒有特別去注意到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現在Google他有在推一個叫做知識圖譜 請問老師有用過嗎 聽到我們都是關鍵式打電話 就找到你覺得你要的 可是 什麼叫知識圖譜 比如說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裡有一個超電話 這是一個網址 那我把這個超音訣 你可以在親自圖裡面 可以直接點開 他會打開這個網頁 一樣可以看 好一樣可以看 在外面可以在外面 那這個網站我常常需要 他常常分享很多好的 比如說你看 如果你要找這個周杰倫 平常大家一定是在關鍵式打周杰倫 所以你的結果會出現在左手邊 要自己打對不對 但是 你打了之後 你是要自己去規劃 比如說來 這個裡面 我可能有看到他有什麼歌 然後呢 他大概有拍了什麼電影 但是 那就都是比較散熱在各地的 所以 所以你會發現在我們的右手邊 有沒有多了一個這個 因為他的基本之外會先列附 或者你在找景點的時候 那他拍了哪些電影 參觀哪些電影 跟哪些電影 有關係 他會把你列附 那這樣的話呢 是不是就比較方便 所以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你看 但是當然這個部分 在健康檔還沒有完全推出來 好 他主要是英文 但是日後還是會有 所以這個呢 叫做 那你 各位 好 那你可以看看呢 我們來找看看 好 我們直接用那個 這個關鍵字 來試看看 你就知道了 好 等一下 你看 有沒有 我進來了 對不對 你找的是英文的 好 那我找到之後 你看右手邊 這裡有沒有一些他基本的資料 對不對 而且你從這裡看到 我馬上就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生的 對不對 連幾歲都有啊 臉身高 這裡也有 還有什麼 相互 連爸爸媽媽是誰 都會害人 要讓人家知道 你平常人家不會特別打 所以覺得你們爸爸媽媽是誰吧 媽媽我們比較常在電視上看到 對不對 然後呢 他拍過哪些歌對不對 好 這個也有 好 然後呢 拍過哪些電影 連哪些人跟他有關係都有 像這個人我就比較知道他跟他有過一半關係 好 所以 我們 在查了關鍵字之後 你不用說 我從左邊 我先來看看 他有什麼東西 我先從越左邊就可以對這個人 對我要查的東西 事物有一些基本認識 再來看這樣事實上就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叫做知識徒服 好 知識徒服 那未來真人的部分他也會慢慢推出 所以 這個是可能 老師您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一個趨勢 他以後呢 你要找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當然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 這個就比較 屬於就是 一樣是英文的部分 您可以做參考 但是呢 我現在 先講下面這一個 老師有沒有用這個收信群找圖片呢 有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平常大家找圖片的方法 大部分都怎麼找 他就這樣找啊 對不對 但是 到底該怎麼找比較好 好 比如說我們進到這邊 平常我們找圖片 你就是找 關鍵字就記買了嗎 好 關鍵字就記買了 那比如說一樣 好 一樣找 好 欸 可能就會出現 那 老師平常會不會特別用到 左手邊這些功能 有時候我會問大家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有沒有擺的照片太小章 所以我可能就會從這邊去找比較大尺寸的 甚至我去挑什麼 有臉部特寫的 還是我要那種插圖 有沒有 像這種的 插畫的 就是比較卡片感 對不對 就不會說一定是照片 那當然比如說你是臉部特寫的 通通知識都是那種 比如比較大的才會出來 當然也有意外的 但是大部分都還算OK 好 都還算OK 那麼 有 所以我用這種方法找之後 我就知道老師還沒有用過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這種方法是有個前提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關鍵字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老師有沒有 比如說你看過一幅畫 那我就去拒責這幅畫 我有看過 可是我不知道那是誰 那不知道是誰畫的 誰出版的 所以我們有過這種經驗 請問 這時候你要猛想把你當關鍵字 不知道嗎 你問他關鍵字是什麼 你這樣對不對 所以 我們來試看看 用另外一種張式寶 因為有可能你也許是email的 也有可能是你拍照的 但沒有關係 假設今天 我有找到這一張 我就把它存下來 我把它存下來 假設有一張圖片 或者照片 我就知道是這一個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是誰 或者這個明星我也沒有看過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看 我們在找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看看 我剛剛放在這裡 好 在這一張 我就直接把這個 拿來 拖到這邊來 散開就好 老師們有在這裡 比較少對不對 這種奇奇怪怪的方法 只有Google想得到 你看 我今天這一張圖有沒有在找 找跟他有關的 那我就可以猜測 原來這就要收集 你了解那概念了嗎 那也有可能是什麼情形 比如說我有這一張 可是我想看看說 有沒有跟這一張相關的資訊 那我也可以移圖找圖 用這種方式就很快 當然我比較沒有用過這種拍照的 就是自己用過個片站拍照 那個比較傻 所以我們用移圖找圖的方式 應該還蠻有機會用到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有看過 但是沒印象了 那這個時候你用這種方法找 應該就還蠻不錯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就是Google 他現在就有這兩種 一個叫做知識圖譜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看到 以圖找圖為單打 其實是蠻不錯的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知識圖譜 圖譜那邊 您可以用關鍵字 知識圖譜 就可以找到 相關的那個介紹的文章 您可以先去看看